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对我们的家人产生生命的影响力 最大的影响力 是把他们带到上帝的恩典里面来 把人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 但是什么是影响力呢 我感觉最大的影响力是爱 也就是说 你再优秀赚钱再多地位再高 可是你对家人很冷漠 恐怕那个影响力也不会出来 真正的影响力是 让你的家人觉得说 你在乎我你爱我 在圣经里面 我看到很多人对他们的家人有影响力 比如说我们昨天提到说 神保罗神牧师 神师母说 我好喜欢听他讲到 因为他认识他的丈夫 他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而不是讲台上很棒 在生活里真的不怎么样 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 就是挪亚 挪亚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挪亚他传译到 圣经上里面讲 那个人悔改的 但是他一辈子真正 真正听了他的愿意 进到神的恩典里面才来的 只有他自己的家人 他带着他的妻子 然后三个儿子 三个媳妇 就是这样一家八口 只有这八个人 其他的没有一个人听他 可是从某一个角度上讲 这个传道人效果不太好 除了家人之外 都没有人信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 这个传道人真厉害 因为他的全家都相信 他的全家没有说 我爸很会讲啦 生活一塌糊涂 我丈夫 别开玩笑 他 我还听过有人讲说 如果那个人在天堂 我都不想去了 可是求神师恩待我们 到底什么是更美好 更大的影响力呢 求主帮助我们 爱是最大的影响力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 特别在我们 很接近的人当中 活出一个爱来 我想到另外一个圣经人物 就是拉荷 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 有探子进去 然后当地的人要抓他们 他就躲到一个妓女 拉荷的家里面去 那个拉荷跟他们说 他说我相信神把这个地方给你们了 但是当你们来的时候 你们来到这边 因为你们一定会攻打进来 你们来的时候 我向你们求一个恩典好不好 我读给你听 他说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启示 启示什么呢 你不但恩待我 到时候你们来了 你们记得我现在救过你们 到时候你们不要把我眼灭掉了 恩待我 还有呢他说也要恩待我父家 我的全家人 他在乎他的家人 我想他的家人听到这件事 应该蛮感动的是说 拉荷虽然是个妓女 但是他的心中有爱 他在乎他的家人 你的家人 我的家人 知不知道 我的心里面 其实是很在乎他们的 也许你说 其实我也在乎啊 在乎要让他们知道 爱要让他们知道 这样的爱 是最有影响力的 感谢观看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